快到了, 田兄 華山派的首席大弟子 竟然淪落到如痴田地 跟江湖上下九樓的淫察結交 誰, 誰要風人風雨 不知道閣下是 嵩山派哪位師叔呢 你也挺有眼力的 在下就是嵩山派的敵修 原來是敵師叔 竟然來到我們華山 不知道你有甚麼跪幹 掌門師兄派我們華山巡視一下 看我們的華山弟子 是不是好像外奸傳言一樣 這麼胡作非為 想不到 一來到華山 就看到你和一淫察結為生死之教 我呸, 胡假虎威 我田百光的事 何時輪到你管 走 走 怎麼樣?田兄 死到臨頭還這麼多話說 你胡衝 你到底殺不殺你淫察 我殺不殺不關你的事 有本事你殺了我 要不是你滾下山 你想生氣我 讓我一劍殺了你 沒那麼便宜 老爺, 我要把你們倆的衣服 剋青光 帶來你們游街示眾 說你做了狗邪的事 讓我罰 看看你師父 怎麼自稱君子劍 你… 到底你自己脫下我一脫 走 令狗大哥, 你怎麼樣? 怎麼這麼親熱 好, 就把你的衣服 三個綁在一起 兩個臭男人, 一個臭尼姑 赤條條綁在一起, 真好看 你怎麼這麼親熱 令狗大哥, 你覺得怎麼樣?令狗大哥 不想走 爹, 你看看令狗大哥怎麼樣 女兒, 你常常日思夜想 就是這個病患 誰…誰說我日思夜想 我們令狗中 是甚麼高大威猛, 英雄豪傑 原來是這樣的病患 老老實實, 女兒 我不要這樣的籠包做女婿 爹 爹是個和尚中 令狗大哥 爹 令狗兄 令狗大哥 令狗大哥 和尚 大和尚, 為甚麼令狗中 還這麼虛弱 奇葵 他體裡有四度 極枝古怪的真氣 這四度真氣是屠谷四仙 讓我看來 我師父, 爹哥 一定要用紫下神功 才能化解到 你真是說我的內功 治好你的病 治好他就說也不容易 靈先生, 你也是 這麼大的事 也不和爹和娘商量一下 我本來是想的 不過想想 如果說拿一本紫下給他給大師哥 爹一定不給的 所以我就… 所以你是偷奈 師兄, 靈先生是為救聰兒心切 所以才一時糊塗 一時糊塗 華山的門規 如果沒有得到掌門人的同意 而偷看秘笈 那豈該當何罪 爹, 不關大師哥的事 如果要罰, 就罰兩言我 就罰我 你真是不懂事 你知不知道 本秘笈如果不見了 爹怎麼對著華山的列祖列宗 你馬上跟我回去華山看看 師兄, 我和你們一起去 不用了 你和其他弟子 在十里外國委託等我 走吧 你和其他弟子 大哥 你和其他弟子 你沒事吧 爹, 怎麼樣 爹, 你也消耗了很多耐力 不如我們過去去那邊休息一下 靈寶大哥,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好多了, 謝謝這位大師相教 你不用這麼快謝謝我 現在你雖然沒事, 不過 你看來那四道真氣 非常光顏 我只有暫時用兩道真氣 把他們壓住 凡事有利必有弊 從現在開始 你不能用力運功 不然這六道真氣 就會在你體內狂衝亂撞 慶則全身僵惡 重則鋪血而亡 令狂衝亂撞 以後等如廢人 廢人好過死人 如果不是我 她會不會覺得下個月也不知道 令狂衝亂撞 令狂衝亂撞 對不起, 我爹累成你這樣 我本來已經快死了 現在好再撿命 都不錯 好, 雖然我沒有耐力 以後只能做我平凡的人 但我可以不問世事 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怨 一個與我無關 我還可以喝酒作樂 簡直是神仙的生活 好, 果然生性豁大, 看偷世情 現在還沒當和尚 已經這麼看得通 將來當和尚 和我女兒就認真兄弟一對 爹, 你在這兒亂想幹甚麼 你就是這樣, 我走了 好…爹不說… 楊欣師妹, 為甚麼是魏威大師做爹 她是我的乖女兒 她不叫我做爹, 難道叫你 她…她的確是我爹 爹發號叫不戒 所以甚麼青規律例 依蓋得不守 既不如數, 亦不齋戒 而且還…還生了我 這個和尚 我也是第一次見 真痛快 大和尚, 既然你甚麼都敢做 為甚麼不索性還俗 我就是因為我甚麼都敢做 所以我才做和尚 就像你現在這樣 喜歡我這個乖女小尼姑 爹, 你又來了 男人大丈夫做得出林派營 你娘的確是尼姑 是這樣的, 我本來是湯之佬 後來認識了她的娘之後 就想親近她的娘 我想想, 和尚尼姑本是一家 對嘛, 於是就去相法為憎 誰知道一時衝動 忘了做了和尚之後 更加不可以親近女識 我就想還俗了 但師父又不給 難怪後來她的娘就真情感動 成生了林兒 是呀 鍾兒, 你又有福了 不用做和尚就可以娶我的女兒 我… 南大當分, 女大當格, 不用怕賊 爹, 令狐大哥早就有心上人了 甚麼?你又喜歡另一個 茅美的小尼姑 不是呀, 是令狐大哥的小師妹, 惡姑娘 華山下的臭丫頭 有沒有我女兒這麼漂亮? 爹, 你就是這樣, 我馬上翻山 以後都不見你呀 女… 女… Hello, 北美的朋友仔 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 TVB精彩節目片段每天更新, 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 謝謝